吉祥哥 當然這個出來 當然對李梅貞的選舉 當然不是很好 當然不好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中共對一個 前面還有黎智英 對一個 沒有 中共對一個選戰 已經他們都 連他們都看得出來對不對 你認為他會在乎嗎 他不用那麼在乎 好 他們也不在乎 對啊 你今天如果是五五波 他們還要考慮一下 今天不是嘛 剛才小平說什麼 五五波他們會動 請問你 2019年那時候年初 你認為蔡英偉一定會贏嗎 不會 那六月搞出一個反送中 這麼大鎮壓 對不對 你說 中共說說 你看可能五五波 他們就不動了 也未必 這根本就是這樣講 當時他們認為說 2019年一定是國民黨重返執政 所以1月2號才會講那個話 對 那個狀況是他覺得贏定了 那六月不是也跟你動了嗎 所以台海現在的情勢非常緊繃 比你我想像的還要來得緊張 不過我們還是回到國內政治 在今天賴清德也幫陳其邁展台了 今天 韓公主同款台航高雄在祖宣 因為他要押击丹吉邁的選票 他要讓丹吉邁的選票 就成功動選 也沒辦法超過他所得89萬票 你說對不對 這項的選舉不是勝敗選舉而已 這項的選舉是公平之間 我們絕對要超過 韓公主所得89萬票 你說好不好好不好 好不好 上幾天是說89萬票 今天是說89萬票 上幾天說93萬票 所以今天是拉回來一點 不過你這麼講 賴清德在南部是有吹票力的 89萬票那次投票率是70% 對 所以這個是 不管怎麼講 至少這個是吹票 而且賴清德的吹票 會比民進黨其他的人吹票 有用 賴清德的大本營 就是在台南高雄 你的意思他比蔡英文還有用 他在南部 確實比蔡英文強 這個不要懷疑 對 他的吹票力量 他的吹票力 其實上是 確實可以吹出不少票 開口 開口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來討論 紛紛擾擾 而且持續向上升高的 國會議員收會案 國會立委收會案 對民進黨說不凶嗎 雙蘇對高雄選情說不凶嗎 目前看起來還好 也就是說在 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在看 就是這個議題的發酵 其實北部比較熱 北熱難冷啊 對 然後 那因為其他地方沒有選 像台中這邊我就沒有選 你不是選屏東啊 對 那如果你在屏東 你跟不影響到投票率 跟不影響到選民覺得說 兩棟都差不多 都一樣 我沒想到出來回去 民進黨感謝韓國瑜 就一個蓋過一個 你新的東西就會蓋過舊的東西 所以韓國瑜蓋過了 當然韓國瑜最新啊 這場選舉裡面 韓國瑜就正式上台 我都一直笑說 今天是韓國瑜之夜 那是最後嘛 黎智英也蓋過啊 就一直蓋過 一個議題蓋過一個議題 今天光是韓國瑜講那個 鵝蛋啊 多吃鵝蛋可以幫助受孕 這個明天大概 明天市場 好幾個爆的頭版吧 不是 明天鵝蛋會打賣 明天看市場的反應 不是 吃鵝蛋可以生鵝蛋臉 對 而且幫助受孕 而且幫助受孕 我說可以生小孩 我們也來聽 蔡英文在今天 也特別難下位前期邁上台 有人批評她說 她選輸過 我要說 蔡英文也選輸兩次過啊 但是選輸沒有打倒我們 反而讓我們變得更強 今天 被罷免的前市長 又要重出江湖 想要對這一次的補選 有所指教 所以 我有幾句話 要當著我們高雄市民面前 跟齊邁說 我要跟齊邁說 唯一可以讓高雄重新開機的 就是你陳齊邁 陳齊邁身上有一個責任 陳齊邁身上有一個責任 就是要證明給所有的高雄市民看 六月六號 罷免的結果 是正確的 陳齊邁 不會只會做陸屏 燈亮 水通通 他還要做一個真正改變高雄產業的市長 做一個真正改變城市命運的市長 大家說對不對 超爛 今天蔡英文 賴清德以及蘇貞昌 都南下高雄力挺陳齊邁 當然國民黨到今天為止還在打貪腐 但這一招打得不怎麼漂亮 好像一直打不起來 沒有 我先講一下國民黨打什麼 他就質疑說陳齊邁在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很年輕的35歲 比我還年輕 今天還打個新的案 還打個新的案 反正去買了一個叫做 王虎國際公司的股票 但這個股票其實是沒有上市的 但重點不是他買股票 是說他什麼殘培 財產申報沒有報 也沒有 財產申報沒有報 所以認為說這個帳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剛剛為什麼 是35歲的事 對 35歲的事 為什麼我告訴你 有時候打這個東西 你說2000年 2000年 2000年一直 這支限制法怎麼過 所以我說 我說有時候打 不是要求一個真相 是要讓大家討論 因為這個東西有時候 沒有對錯或沒有真相 譬如說 有引發討論嗎 我告訴你時間就是這麼晚 你現在都已經明天要投票 你現在打這個 我跟你講就是一般民眾的消耗 會不會他們就是 刻意選在這時候出手是不是 也不是 應該早點打 沒有 成績慢 有點慢 時間慢嗎 有點慢 對 因為這個東西你要打 因為大家要理解 要有一段時間你知道嗎 我會光講一個 這個修理他 你價錢只有13萬的存款 可是他房地產很多 兩個都多 平兩角 那你打他 然後呢 重點是 我也多 你也多 大家和在一起 我們就贏了 我們又不要贏 我們是要一定的比例啊 這就是選舉啊 那第二呢 這個你35歲 你連任立委的時候 你就買2000萬的股票 後來都賠光光 因為那個就泡沫股嘛 賠光 你錢哪裡來 那是不是陳哲男跟你來 那就跟貪腐 打陳哲男的貪腐 才掛得上嘛 掛勾 就好像實彈掛到F16上面嘛 這才可以殲滅敵基嘛 要這樣談事情啊 就像小平這麼了解這件事情 他都要花差不多一分鐘 把它剪成這樣完 對於一般民眾 他根本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你要花多久時間 就讓他搞懂 五天前打就可以了 所以嘛 今天打這個時間 你希望他才來 我就說一下 比如說柯文哲當時 要打MG149 你看多少人到今天 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因為你沒有發酵的時間嘛 所以你今天要質疑這個 你要讓人家措手不及 但是我跟你說 大家都聽不懂 那個效果就沒有了 而且小平 你們國民黨輸 也要輸得有格調 等一下我可不可以打個岔 小平 我打個岔小平現在不是國民黨 他是武黨軍 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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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傳話給你們過去的 那個國民黨 就是說事實上第一點 陳基麥當時擔任立法委員 那20年前的是 他當年他有申報 他申報他是用他的房子 他要去抵押貸款 是這樣子 第二點 這個很明顯的 他就是投資失利 他投資賠錢 那個錢來源正當 是他房屋去抵押借的款 押兩千萬去買這個 我覺得康日是說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根本搞不清楚 國民黨到底在打什麼 國民黨到底在打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在打什麼 不是 今天是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 現在觀眾朋友可能聽到 不懂什麼 現在阿倌在政報時在說什麼 其實這個事情很簡單 在一九九幾年的時候 網路不是一度升起嗎 那時候升起的時候 就各地都成立很多網路公司 什麼公司 科技公司 那陳基麥認識的朋友裡面 剛好就在搞這個 就在搞這個弄了一間公司 又是他頂一下 大概平常選舉都在幫忙的 這個某飯店的富二代 就跟他講弄一個公司 就給他說 應該是這樣 應該當時是要給他 100張股票 100張股票 讓他認購 100張股票 不是送他是讓他認購 對 那面額10塊 一張1萬塊 100張是100萬 那陳其邁當時因為年輕 嘴巴也滿大的 所以到處跟朋友講 可以不可以買問朋友啊 朋友就覺得 現在網路科技發達 應該可以賺錢啊怎麼樣 所以反過來朋友就跟他說 你既然可以拿得到呢 你就幫我們去要啊怎麼樣 沒有…就這樣加… 然後當然助理也知道 這些是助理 我講白一點說一句白一點 然後我知道有兩個助理有買 也不過才10萬塊 怎麼會錯出2000萬 對不對 怎麼會錯出2000萬 關鍵事有沒有申報 不好意思 我覺得投資沒有問題 投資沒有問題 投資也可能賺錢 你不要講政治獻金法 這是財產申報法 不是政治獻金法 有 他有申報 好不好 他用他的房屋去抵押去代款 這是財產申報好不好 這不是政治獻金法好不好 他有誠實申報 沒有 他沒有報 他沒有報持股 100萬的那個 網路科技的公司的股票 他沒有喔 不是 他財產 因為這個公司 並沒有股票上市 並沒有 但是他的房屋 陳其邁申報的房屋 沒有… 他有去報這幾代款 你沒有買 你沒有買那個上市的股票 你也要申報 你有持股 你也要申報 這跟上市與不上市無關 還是要申報 他那個有沒有申報 是在於說那個交割 但是他這個錢的來源沒問題 他是光明磊落的去投資 要不然他不會把這個房屋的貸款 直接去申報 申報的用途就是來買這個股票 那買這個股票賠錢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但是義父講得也對 也不是被國民黨講得會聲會語 好像說他集資什麼他的朋友 什麼辦公室的人說 沒有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這樣 並不是這樣 這是事實 所以國民黨應該把這個話講清楚 關鍵是國民黨在選前一刻才出手 或許國民黨的盤算是我要突擊 讓民進黨來不及回應 是他這個勝負嗎 但效果 應該不會那麼有智慧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因為他一直跟陳哲男選 我看李梅江也不知道他要打這個議題 這熊熊突然跑出 今天突然跑出這個議題 這重點是什麼 大手大腳 三十五歲的人 立法委員一個月薪水十幾萬 你拿來幾千塊去玩股票 不要講跌 我退一萬步 不談你有沒有申報 而且剛剛一天 兩千塊也是你們抹黑出來的 金額也沒那麼高 不是 他剛才兩三億塊都說 我跟他講話而已 來 給董哥講一下 這是一個對的戰術嗎 也沒什麼複雜的戰術 因為王虎這件事情 在高雄當時買的人非常 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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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都是到納斯達克 要去掛牌的 所以每一個都有一堂夢 所以陳其邁這邊 透過他去投資的 掛在他這邊的人也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後來這個泡沫掉了 被騙 打官司 陳其邁那時候被這些周邊朋友 罵得要死 罵得要死 而且還逼他去把錢調回來 所以 我跟你講 我把他講完 這件事情就高雄本地的來講 其實他不是秘密 就是說我如果是高雄市選民 我比較知道那個時候的事情的話 這個要講什麼 這只剩下一件事情 對高雄選民來講 這不是秘密 所以也不會有震撼效果 但是國民黨為什麼要這個時候還丟 因為他沒辦法向MG149發酵 他不是秘密 所以他最後要打什麼 監察院裡的財產申報的問題 所以他要在最後一刻再丟嗎 對 因為他不是要討論 他只是要做個印象 好 但是在最後一刻 其實也沒產生效果 因為所有的話題都被韓國瑜給掩蓋了 我們來看韓國瑜的鵝蛋不得了 今天有了鵝蛋之後 大概所有的話題都灰飛煙滅了 兩年前 新北市市長選舉 蘇貞昌落選 高升行政院院長 我們陳其邁高雄市市長落選 高升行政院副院長 台中市長林佳龍落選 高升交通部長 明天我們聰明有智慧的高雄市民朋友 我們買一送一 我們市長頭三號李梅珍 讓行政院長給陳其邁做好不好 好 蘇貞昌說 陳其邁當市長要補助高雄四千億 我們不要 我們讓陳其邁做行政院長 直接幫助高雄好不好 好 我再說一遍 民進黨 不是高雄人的爸爸 沒有必要一定要投民進黨 我們一年半 證明我們絕對沒有貪污 我們認真的做事 我們尊重選民的選擇 給李梅珍一個機會 給高雄市未來一個機會 讓我們一起努力 把三號李梅珍 明天送進高雄市政府 擔任高雄市長好不好 好 在九點的時候我沒仔細聽 我不知道高雄的爸爸又出來了 這個是老台詞老梗 我們回來談其實 明天大家再看的是投票率 再看的是北漂族 再看的是年輕選民 在一年投三次票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疲累 所以很多人用高鐵 來做一個重要的指標 說高鐵到底今天有半 沒有半 這是第一點 第一點高鐵到底這一次 加開幾個班次 因為在霸函那一次 加開了13個班次 到目前為止只有加開2個班次 所以很多人說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中民看起來很老了 但是其實這一次北漂族 回去的人數 並沒有罷韓那一次那麼踴躍 聽說玉碩只賣了七成 對 其實陳其邁今天那個現場 他在中民是真的 應該大部分都在地的 韓國那時候 可能各縣市都有人來 因為很久沒看到韓國瑜了 所以還是不一樣 不過真的不能低估國民黨 我們看小英那次選舉 小英那是109萬 韓國的61對不對 是65比35 就是說韓國的這麼低估也是35% 所以就是不要以為國民黨的盤位 崩盤到剩25 那真的不容易 不過李梅真不等於韓國瑜 當然 就是其實六、六號投票已經證明了 在歷史上已經給了定義 就是說韓國瑜只能有一個 臨時抱佛腳也只能有一次 那那一次就是韓國瑜 就是臨時抱佛腳 所以這個當選民付出了感情 給過了機會 那現在多數民眾去看韓國瑜的 確實那一場這一場人很多沒錯 可是看到的是 只是一個進階的無理頭版 他講出這個額段這個住運的這個理論 那事實上他並沒有講出很多實質的東西 還有這一場的賽局已經是10比1 分數10比1 那當 等一下等一下 你說10比1 我說分數 10比1是什麼意思 第9局 第9局最後一棒 韓國瑜你再如何的強棒 你如果打出全壘打 那也是 然後現在壘上無人 就陽春全壘打就1分 就你那陽春全壘打的1分 然後 為什麼你是最後一棒 因為後繼無人了 後面上來的這個一定馬上 要不就是這個被揭 要不就是三陣就是這樣 所以很清楚 就算這一棒是全壘打 也是陽春全壘打1分而已 更何況有這個額蛋論以後 我覺得這韓國瑜今天的上場 頂多是個二雷安打 二雷安打 我覺得我們時間是冷面笑假 如果可以的話 請副控給我們看空派的畫面 到底在今天兩邊場子有多熱 來 東好 來 其實 今年 我這次的投票 明天的投票我不會用高鐵去算了 因為現在已經是暑假了 所以我覺得不好算 也就是說其實有一部分人早就選了 很多人都選了 再加上上個禮拜是八八節 可能回去了 還有你要記住 現在是國內旅遊的旺季 六日是國內旅遊的旺季 所以有些人是禮拜五下午 或者傍晚 就出發到中南部去了 所以這次的抓法會比較麻煩 因為學生早就回去了 那北漂工作的人能不能回得去 會不會回去 就不一定 所以你這次看高鐵 看這種大眾運輸不一定準 但是高速公路可能可以 因為那是自己開車的 高速公路比較重要 所以可以看明天早上 高速公路狀況怎麼樣 好 所以明天的舉標改 看高速公路 我們以前都看高鐵 看國光號 這一次可以看高速公路 來 我覺得這次跟事典講的 有一點不同的意見 這次不可以跟上次總統類比 上次我們得到35 我覺得阿亮講的比較有意思 上次總統34 對34 14.63 他也沒65 他也差一點 因為宋楚有個34% 好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那時候是不是國民黨的 17 8%的朱立倫來 郭台銘來 以及中間選民 什麼時代力量民眾黨 我認為每一票都投給蔡英文 得109對61 我們不是比勝負耶 我們如果能拿到韓國瑜的 比利師傅就成功了 甚至低一點都沒關係 對吧 李梅珍得票 大家都是航家嘛 那個是韓國瑜的成功喔 對 是 我說對 我說韓國瑜已經被打到趴掉 而且那個時候是飛出來頭 不可一副式要幹掉 習近平的感覺 是習近平的 新的一部新人投票 趴掉的韓國瑜 也比李梅珍強太多了嘛 那這樣問題是 蔡英文也比陳行太強啊 選票上面 選票上印的那個是 李梅珍啊 3號李梅珍 並不是3號韓國瑜啊 我認為啦 李梅珍啊 還要比李梅珍啊 當然 但是這場選舉 到今天此時此刻 我想已經沒有人在討論 李梅珍的輸贏了 現在在關心的是 明天的票數 對於未來的國民黨 到底要何去何從 為了國民黨的盤會崩掉 然後明天的票數 會不會影響到江啟成 會不會影響到 會不會影響到 未來的主席之戰 同時 明天陳其邁的得票數 會不會影響 他的接班梯隊 現在在看是這個嘛 沒有人在看說 李梅珍是輸或是贏 還有人這麼傻 所以今天大家會看到 江啟成的那個表情嘛 他比李梅珍還很緊張 還緊張嗎 自己看起來候選人 是江啟成嘛 我跟你講這裡面有差別 就是第一個 韓國瑜的 當時他的整個風潮 最大支撐他的支援力量 不是北漂啦 是軍公教啦 你這次有看到 軍公教在當中嗎 他完全沒有 但是聽說 今天的中文 前面搖滾區 早就被佔滿了 兩種人佔滿 第一種當然是韓家軍 聽說 早上什麼六點 沒去佔尾 第二個是黃復興 對啊 問題我現在就講 黃復興還是有軍公教 在裡面啊 左藍啊 因為那個地方嘛 再來就是說 我剛剛講說 過去的那個大的動員 可能是你光軍方的 或什麼的群組 其實他只要知道韓國瑜什麼 大家會發動員嘛 會叫大家去看嘛 現在沒有嘛 所以事先講的那一句就是 李梅貞不是韓國瑜嘛 不是 我即使衝著去看韓國瑜 你把保證明天一定去投票嗎 他不一定耶 對啦 所以這個對國民黨來講 會有一個壓力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現在開出來的票 我現在變這麼多人出來 明天這麼多人 怎麼會去投票 我覺得你不要講得太理想 你知道一句話嗎 死馬當活馬 一個意思是什麼嗎 好不好 這就像剛剛王世堅講的嘛 他說你打棒球到九局下半 我問你 兩出局之後你球看來 你覺得可以揮的時候 你揮不揮 你總比會被三陣好嘛 你看到球都會揮揮 因為能撈一個是一個嘛 所以對於韓國瑜來講 他現在李梅貞 他當然希望他要出來 因為我能夠多撈一個 最好第一個 當面好看嘛 第二的東西票開出來 桑義傅就說 他票開出來大家知道 但是不開真正 最少有一個美好的幻想嘛 我談一下 其實大家忽略一個叫世代 是的 50歲以上 中老年人是國民黨相對強嘛 然後年輕世代是 陳其邁跟蔡綠色的強 特別還夾雜了 時代跟民眾黨的票 民眾黨是有民眾黨有候選人 會拿走一些 絕對比宋楚瑜還強 對不對 這第一個概念年輕票 第二個呢 就是年輕人投票率 跟老人會不會一樣 不一樣喔 所以這個比較忽略 就是上次是因為六成多 二十到二十九都出來投耶 這次二十到三十五 二十到二十九 多少人出來投 這都會讓陳其邁的 總得票率折損 因為我們的人比較會投票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好不好 你們的人比較會投票 當然了 老人家比較愛投票 這誰都知道基本上 老人家比較愛投票 當然是 所以 老人家比較愛投票 好無言喔 我們剛剛談到 這一場選舉很有可能是 主席之爭前哨戰 我們就來看看 江啟臣在今天現場說了什麼 他不怕好不怕好 他也不怕困難 過程當中 無論多少多少多少 甚至嚴格的抹殺 他以他41歲的年紀 年輕的候選人 女性的候選人 女性的候選人 一路停到底 他有沒有退縮 沒有 沒政沒有退縮 我們就不能退縮 人是哪裡轉 我們是每天走到匹匹轉 我們可以流血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垂頭上去 我們不能流淚 我們只能勇敢向前走好不好 勇敢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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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今天說最好奇是江啟臣 對吧 我覺得是 我覺得 可以流汗可以流血不能流淚 跟我講話 江啟臣那個悲壯感有出來 悲壯有出來 因為他早上他大概就是結束了 就是回去當立委 差不多是 結束了 沒有啦 他也沒什麼 不是 他不用回去當立委 他現在就是立委 是啦 我是說大概回去 專注當立委 免間主席是不是 不是 就是主席 他大概也明年也不會選 對 大概是這樣 不過我剛剛 有兩個人的OS 要稍微補一下 裡面在那邊講 其實講成一個面 很嚴肅 你剛才不是說 只有一個什麼勁 一個邊怎麼勁 對 他的OS 我怎麼會提名這個人啊 不是這樣啦 他很怕李梅貞又說 我紅了 然後江啟臣臉又綠了 對啦 人家說他也是 林乾隆 林乾隆也一個面子 壓力很大 他還在想說 我的保證金 不然可不可以拿回來 沒有 好 我們先去跟他講 他年紀大累了啦 回到這個現場要來談 這是韓國瑜的肌首飾嗎 韓國瑜的下一步 會怎麼走呢 他也有一個人 會有一個人 那個人 他跟他講的 一句話 他也有一個人 做一句話 是